丰田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厂商 卡罗拉可是助力了不少 要知道这款车不只是在国内卖的火爆 放眼全世界 这款车也是妥妥的爆款系列 所以就像小编之前说的那样 丰田能有这样的成就靠的真部豪华车 而是这种比较亲民的车型 而在最近 从前方传来的消息 2024款的卡罗拉也正式现身 丰田设计师给这款车注入了更多运动元素 并且首次更换成了全新logo 组图就2024款的卡罗拉 也是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 采用了两箱和三箱两个版本 并且分为普通版和运动感 主要表现在前脸的隔山不同 但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最新的设计理念 比如注入了新元素后 整个车头看起来要更加丰富 且每一处的设计都做到坚固 大灯已经更换成了闪电式的造型 周围还增加了魅蓝光源 点亮后的效果也更加梦幻 新加入的logo与杰达颇为相似 虽没有关于这款车的尺寸 但从上图能看到 整个身形也将再次优化 贯穿式的腰线 由车头一直贯穿到车尾 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两侧的轮眉也变得更具艺术性 就连轮毂也做了升级 相比现款优势更明显 对比其他位置 整个尾部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而且尾部上的logo 也回归到了牛角表的设计 整个内饰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 比如全车的品质 已经达到了B级车的水平 显示屏由原来的8英寸中控屏 升级到全新的10.5英寸中控屏 并配备CarPlay以及Wi-Fi网络 而在安全性方面 全系搭载了Toyota Safety Sense 3.0版 包括并线辅助 自适应巡航 道路标志识别 自动远光灯 碰撞预警 车道偏离预警等 同时新车还有泊车雷达和泊车影像 整个智能化也得到了升级 最后再看动力 目前在日本销售的新款卡罗拉 对1.5升和2.0升车型发动机 进行了改进 提高了燃油经济性 1.8升混合动力车型 对电机进行了升级 但具体的参数还处于保密状态 海外版售价约和人民帝9.76万级 2.0升至2.0升至2.0升至3.0升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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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参数